新市镇里面是需要产业 甚至有一个产业专用区 但是这个产专用区要设在哪里 要怎么去做规划 这个是很重要 你不能是急救张 今天缺产业 那就把一块 本来是公共设施用地 就把它变成成产业专用区 那你没有考量到说 它可能对当地的交通 对当地的生活环境品质 可能带来的冲击影响 欢迎收听我们的岛 今天来聊淡水 大家想到淡水一定说 坐着捷运到最后一站 淡水老街走一走 然后吃吃阿给 吃吃鱼丸玩玩游戏 然后吃个烤鱿鱼 充满了欢乐的一个行程 不过人挤人 有时候在假日的时候 是不太舒服 但是今天聊淡水 不去谈很热闹的 那一块淡水 要来谈谈淡水旁边 其实才叫做真正的老淡水 淡海新市镇 那很多人想到淡海新市镇 说哇那边盖好多好多房子 好像还蛮多没卖掉的 好像房子比较便宜 但是好像很冷 好像很远 你对淡海新市镇的印象是什么 淡海新市镇呢 其实很早很早 就是台湾的第一站 不管是说台湾开发 乃至于台湾跟其他国家 这种交融或者是战争的第一站 也是候鸟来到台湾的第一站 也是台湾在整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典范 或者是一个路径的第一站 今天从淡海新市镇呢 我们来聊聊 从前的淡海长什么样子 为什么现在要盖这么这么多的房子 会不会再盖更多的房子 而这些房子跟在地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要来淡海新市镇玩 有什么好玩的 这边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今天的来宾呢 是一个很特殊的建筑师 他自己常常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也是这样 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建筑师 他的最主要工作 当然还是去做建筑的规划设计 可是他的规划设计 很多是像跟校园啊 或者是那种比较有生态 人文的这些想法 但是他花更多的时间呢 在去包括荒野 包括生态 包括其他的一些志工 导览还有整个老淡海新市镇的这样子的维护 跟重点提醒政府该怎么做 我们来欢迎建筑师陈江和 建筑师你好 你好 好了我们来来聊聊那个淡海新市镇 我记得 因为我算是出生在台北 那我小时候 哎要去哪里玩 来去沙伦玩 哇那时候对沙伦想说 因为台北市你很难到海边去玩嘛 那你最近的就是沙伦这个海水浴场 那好像之前我小时候说 那时候沙伦海水浴场出过几次意外 所以爸妈说 绝对不可以去海边玩 所以我对沙伦对这一块土地的印象就是说 是一个很好玩 但是很难到很远 好像又有一点危险的一个地方 除此之外我没有印象了 那我刚从那个台北市 我们开采访车过来的时候 看到当然第一个是看到 好多好多 看起来不是很多人住的房子 然后看到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城市古厕 对 怎么在一堆新房子里面 长出一个 不好意思 突兀的一个老房子 反差很大 对真的反差超大的 这里以前是什么样子 这块土地 虽然现在叫做淡海新市镇 那其实早期 它是整个淡水地区 很重要的这个农产区 或者是说的一个 当初汉人来淡水 的一个很早期居住的一个聚落 那因为 这边有条溪流叫公司天溪 那大家知道如果今天要 要有聚落 要耕作 你要有水 所以以这个傍水而居 这个部分 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包含 现在公司天溪的中油的地方 都还有很多老聚落 的一个存在 那这些 这些老聚落 在以前在淡海新市镇这边 像这样 那个城市古厕这样的房子 大概有十几座 那因为新市镇的开发 全部都拆光光 那围井剩下这个城市古厕 所以这里 我们这里算是沙伦 其实应该叫做大庄 大庄 大庄 村庄那个庄 对 就是一个 一个厂的那个头 然后一个土 这样子 大庄 大庄 沙伦 它其实开发的比淡水 就是我们印象中 那个淡水还要早 开发的这个部分 其实当然 旱人来的时候 就是从淡水河这边 这边进来 但是在旱人来之前 这块土地 就有一些原住民的居住 平埔族 对 平埔族 那那个时候这里 就是有一个 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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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在一些 一些早期的文献里面 都被记载 叫做零子社 对 零子社 他会谁拿 后来把那个谁把它去掉 那啊 那啊 所以 那啊 所以 然后公司田西早期的名字 其实叫零子西 也是因为跟这个社 社名有关系 那他人来 也慢慢的 他要更做 他不能只是在那个淡水河边 是 因为淡水河边 他没有太多的腹地 可以去做 这些更做 不是都是在 都以这个贸易为主 还是要有更做 所以 他慢慢会往 呃 比较 山区 或者是比较 可以 工作的区域去发展 是 建立聚落 所以很多人来到淡海新市镇 以为这些房子就莫名其妙 从土里面长出来 事实上在盖这么多房子 之前 一百多年前 搞不好两三百年前 嗯 其实拼不足就在这边生活了很久 然后呢 汉人来这边之后呢 这里呢 其实原本应该就是很多的水田啊 皮塘啊 像是这种农业的这些灌溉设施 都在这里 对 公私田 公私就是那些什么公私公私 什么某某有限无限公私这个那个公私田啊 那怎么这个一个不是很常听到的一个公私田是东印度公司 荷兰的东印度公私他的田 所以才叫公私田吗 有一段时间大家是认为说公私田就是荷兰东印度公私 可是后来经过一些考据 应该是不是这个说法 那主要是因为荷兰东印度公私当初来 来这个淡水的时候 在地人 在地的不管是汉人或者是原住民 不会称这个组织 这个这个 不会叫他公私 叫他叫什么什么东印度公私 你看荷兰那个东印度公私也在台南啊 对 台南也没有什么叫做公私田公私喜公私什么 没有公私这个字啊 对反而他们开辟的田 可能他们是叫 叫那个 那个统治者叫王嘛 他田就是叫王田 那王田后来被这个郑成功把他收布之后 就是就后来就转变成那个官田 所以台南的官田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演变 是 那在淡水的公私田 呃我们在地极图上面 其实是有看到公私田这几个 这几个字 地极图 就早期的那些地极图上面 是有这样子公私田段 这样子的一个地名 但是经过考据应该是 公私这两个字应该是汉人的社会制度 是 就是我们可能合资 几个人合资 然后一个组织去 等于去买的这块田 那叫公私田 那如果盖了一座桥就是公私桥 或者是一块皮糖叫公私皮 这个是已经有经过一些学者的考据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部分人他只知道说 淡水淡水一定就是淡水河嘛 对 可是就在淡水河的旁边 其实是对于淡海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灌溉水源 叫做公私田系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 那这条溪我其实看到你们也常常在办活动 所以它的生态不管是原生鱼也好啦 或者是这种清水的环境 它其实到目前为止对淡海星之症 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影响很深的一条水源吗 确实是这样子 其实以这个淡水早期来讲 我们常常说 其实淡水的母亲河 并不是淡水河 是公私田系 因为它生产了很多的这个作物嘛 蔬菜水果稻米 那它喂养了整个淡水在地 甚至北海这个区域的这个在地人 对周边的这些生物 它也是一个生命之河 到现在当然这个部分的需求 虽然有降低 但是它在这样子一个都市里面 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新市镇因为有这条溪流的一个存在 应该是可以让整个新市镇的生活品质 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发挥跟一个保障 我们现在的地方 这是城市古厕了 其实是好不容易在淡海新市镇 才保留下来一个非常重要 历史价值很高的一个聚落 可是呢 这个地方其实常常在办一些活动 对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 其实你可以打那个城市 城啊 里城 路城 工城 那个城 不是这个城啊 那个恩恩不太一样这样子 城市古厕 它其实很多很多导览啊 教学啊 或者是一些娱乐啊 很有趣的一些活动 其实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认识淡海新市镇 认识公司填西 可是建筑师 我一开始有没有讲错 就是说这里呢 就是第一站 包括说 刚我们谈到 也许等一下会谈到说 青法战争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护尾之意的这一站 也包括说 台湾不管是汉人 或是平埔开发这块土地的第一站 也包括说 像是候鸟 像是生态 来到台湾 这个叫做第一门户 那我们现在坐飞机一定是在桃源 可是你如果是小鸟的话 你第一站是在这里 是 在开始入冬之后 其实10月下旬 11月开始 就是这时候 北方的这些候鸟 从西伯利 从北韩那边 他们慢慢陆续的迁徙 到台湾来毕东 那长途飞行之后 总是要休息 那他看到陆地 第一站 像金山 金山那个清水市地那边也很重要 因为他 看到一大片布地 然后有 就像开车到高速公路 你要休息站嘛 休息站就上个厕所啊 吃个东西啊 休息一下 那水尿也是一样 他们可能在金山 可能在淡水河口 或者是说在我们 公司田西这边 一些还没有 被开发的土地上面 他们会在这边短暂的休息 然后再继续往南飞 所以这个点 在这个 这个一些 一些迁徙性的生物的 这个 就是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点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这里 他应该是不亚于 刚刚我们讲说 那个淡水老街 那些热闹的夜市 这里其实有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值得大家去了解的 可是刚谈到说 候鸟的第一站 其实原本 他应该是一个 很丰富的湿地 但在我们的岛之前 也有报道过 就是在这里 因为要发展淡海新市镇 其实这跟 台湾的高房价 有必然的关系 那个时候房价 其实在阿辉伯 当总统的时候 台湾房价 已经开始飙涨了 所以才有 无可蝸牛运动 阿辉伯就说 没问题 我来去那一平六万的厨 给大家住 一平六万 在当时 应该是二三十年前 怎么可能有六万 他说 那我在淡海这边 搞一个一平六万的 然后后来就开始 规划了淡海 新市镇的第一级 可是随着人的增加 他包括需要一个净水场 也需要一个叫做垃圾焚化炉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沙伦 跟大庄这旁边 就是已经在海那边的 做填海造路 造出来了一块土地 现在呢 就是在做那个净水场使用 可是以前是说 要另外再盖一个焚化炉 填海造路 造成什么样影响吗 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就我们所知就是说 他已经都规划好了 但是漏了这个 所以他不得已就只能在 这个海岸边 就你要再搞个焚化炉 要搞个污水处理场 也没地 地不够了 所以他要填起来 那时候大概 填了大概四十公顷 填了四十公顷 那就大量的吐石 那先做一个 很高的这个海蹄 先围起来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水排掉之后 就填土 大量的填土进来 这个海岸的潮间带 听起来就是一个海边 没有什么妥善利用的一个环境 但是如果我们 仔细去 就是有机会去看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就在整个北海岸 还有类似这样子的 的一个环境 像这个填海造路区的北侧 那个我们叫 海围仔 海围仔 海围仔那个环境 那个我们常常说是 我们淡水的这个秘密 秘密景点 秘境 在那边看夕阳 看那个潮间带的生物 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 那早期整个天海造路区 都是类似那样的环境 有这个沙滩 有栗石滩 有藻礁 有珊瑚礁 这样子的一个地形 所组成 那甚至在 在更早的时候 我们也有跟当地骑导访谈 这个有很多海龟 绿西龟 是 会在这个附近活动 在那边骑袭 甚至他还会上岸来产卵 可是我们听起来是 很天方夜谭的事情 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没有 甚至在很多台北人的记忆里面 今天如果说 要看绿西龟 说说淡水有绿西龟 连在北海岸有绿西龟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 其实那现在 在基隆那边 好像在外木山那边 都有绿西龟 有固定在那边 有在在骑袭 那在早期还没有被 这样开发之前 在我们淡水周边 可能就有绿西龟 在这边骑袭活动 其实根据我们的一些讯息 在沙伦这一带 每一年都还有绿西龟会回来 到现在吗 对 它回来可能是在 比较外海在石户区那一边 或者是在填海造路区的边缘那里 密室 对 没密室 但我相信它不会只是密室 它可能想要上来 但是是上不来的 因为一只海龟的寿命 保守都有五六十年 是 所以在新施镇 在填海造路之前 可能在这边出生的 这个海龟 它出去 回来之后 是 它找不到路 回家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我们也 跟在地有一些伙伴 有些志工 甚至跟艺术家 我们都一起去发想 有没有机会让这些生物 可以重现 当然那个是一个很远大的一个梦想 没有这么同意 之前去澎湖 访问那个海龟爸爸 陈九龄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海龟就是一个非常信守承诺的一种动物 他如果今年在这边产卵 他年年一定回到 不是这个地方而已 是 是这一棵树的下面 他就是一定要在这边产卵 可是你如果让他整个土地都没了 或说你本来这边是潮尖带 是湿地 结果你填海造陆 把他弄得一个新的一块陆地 他就没有地方可以重新回到 那个原本的地方去产卵 但我觉得那个事情已经造成了 那可能是 也许对生态来讲是不好的结果 但我们刚刚谈到说 这个填海造陆 其实也很久很久了 一个部分要做净水处理厂 一个部分要做焚化炉 可是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说 不用啊 我现在淡海的这些人的那些垃圾 我可以到巴黎 或到其他地方去烧就好了 所以这个填海造陆的 这个原本要做焚化炉的需求不见了 那不见了 对我这种比较那种单纯的想法 你当初是跟大自然借土地 无中生有填海造陆 那你说要盖焚化炉 现在没有要盖焚化炉了 理论上你就应该还给大自然 也许你没有办法变成朝间带 但至少我知道建筑师 你们在规划说 也许可以变成湿地公园 就是让它成为比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可是现在政府似乎想要做一个 叫做产业专区 不管叫物流业也好 仓储业也好 或者其他的产业也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一块土地 已经填海造陆了 已经变成陆地了 可是原本说要用焚化炉 但是后来又说没有需要的 何去何从接下来 讲严肃一点说 从这个土地伦理 或者是环境争议来讲的话 你今天牺牲了这些生态环境 那你当初是为了要做公共设施 那今天这个公共设施 已经没有那个需求了 那你还是应该维持公共使用 你怎么会把它变成是一个产业专用区域 然后去说要卖钱卖给财团 然后换这个开发经费 这感觉好像是先用骗的 把你骗过来之后再把你卖掉这种感觉 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现在政府并没有说 因为当初是说要焚化炉 才填海造陆 把海龟 把很多很多动物 把大自然的这些棋地跟土地 破坏掉之后 然后没有这个需求了 他说那我也没有要还给大自然 我反而要把它卖给财团 来去筹筹财源 那当然他现在会有一些包装 他说他不是用卖的 他用租的 那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已经跟原来的这个目的不一样了嘛 那个目的性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地是希望说 可以积极去串联一些在地的这个保育的 或者是不一定是保育 而是生活在在地的这些居民 让他们了解说这一段土地过往的历史 还有这一块垃圾分化炉用地 到底是朝什么方向去变更去发展 才是对当地最有利的 不过观众听众朋友听到这边 应该都知道我用心良苦了 我一开始从介绍这个淡海新市镇 这个包括大庄沙伦 原本的这些历史 生态 人文 产业 聚落 等等的 然后一直谈到说 包括海龟 包括原本的漆地 因为天海照路被破坏 其实我要谈的就是淡海新市镇这块地方 也许现在是面临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淡海新市镇一期就已经开发了 当然有些人说 你当初讲30万人要进来 现在又下修说13万人要进来 之前也不过是一万三千人进来 现在人其实慢慢多起来了 大概就是五万人 可是五万人进来之后 对政府来想说 你不能只是把这边当成卧室 当成睡觉的地方 白天工作都还是要跑台北 跑桃园 跑其他地方 因此要在这里做一个 自己自足的一个区域 一个城市 就是工作也在淡海新市镇 生活休闲 甚至度假退休 就在淡海新市镇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对 可是到底我们要塞多少人 要破坏掉多少土地 要增加多少就业机会 才叫做是好 还是说其实某种程度 已经住在这边的居民 他的居住的品质 生活的环境 原本历史土地 人文的这些文理样貌 可不可以我们让他一个 住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是认为 现在淡海新市镇 是在一个很关键的十字路口 你的价值到底要怎么选择的问题 在地的民众又怎么想这件事 我自己身为一个老淡水 我们的土生土长的淡水人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未来整个淡水的发展应该是 尽可能是自己自主 就是在这边生活在这边工作 不要再跑到台北去 那很多来淡海 这个买房子住在这边的人 有可能他是在台北工作的 目前这个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导致于说 在整个交通系统上的负荷 就越来越重 所以为什么淡北道路 为什么淡山大桥 一直要被兴建起来 确实他有他的 这个整个交通上的一个需求 可是你今天 如果一味的把淡海新市镇 当作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一个卧房城市的话 那你今天人口越来越多 你该再多聊道路 都一定是不够用 所以这个时间点 应该要重新去思考说 到底淡海新市镇 当初在定位上面 到底缺乏了什么 那依目前来看 可能确实在产业这个部分 当初是没有被充分考量到的 那我个人 包含很多我们在地的伙伴 也确实认为说 新市镇里面是需要产业 甚至有一个产业装用区 但是这个产业装用区要设在哪里 要怎么去做规划 这个是很重要 你不能是急救张 今天缺产业 那就把一块已经 这个本来是公共设施用地 就把它变成成产业装用区 那你没有考量到说 它可能对当地的交通 对当地的这个生活环境品质 可能带来的冲击影响 规划应该是整体的规划 不是说你就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但我听起来也怪怪的 就是说刚刚那个建筑师 你谈到说 当时我们为了包括 静水厂跟焚化炉 我们用填海造路 造出来大概三四十公顷的土地 那现在应该也用了 大概一半了 因为静水厂的问题 所以应该大概就是 二十公顷的一个 扣掉那些公共设施道路 那些海体 大概它要变更的 本来是十三公顷左右 那你十三公顷要做一个产业专区 而且还是那个海岸第一排 风吹日晒 东北季风一来 然后你的所有的那些线路设施 那些建材可能都会耗损 第一个这么小的土地 第二个是又是迎风第一排 你要做产业专区 真的怪怪 当然如果要抽产业专区 你不是还有二期计划吗 你何苦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很纳闷的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区域 没有什么一个规模的一个土地 你把它变更成产业专用区域 对一般的产业来讲 它会想要用这个地方吗 对然后它可能会带来 周边环境的这些问题 是 没有特别去经过评估 那现在 贸然就是想要去强行通过这个变更计划 虽然程序还在跑了 还没有确定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还是要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程序 甚至透过著名的这些讨论参与 大家一起来讨论那块地 未来比较适合发展成 变成什么样的用地 应该是要有这样的时间 跟这样的机会去做讨论 那至于说 淡海二期 新生二期那一边 我个人也是非常支持要多发展这些产业 只是这个时间 就是开发时间或许会拖比较久 那对于现在的需求 比如说可能选举也到了嘛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民意代表都会特别 我最近还说要积极争取台积电 因为没办法去龙潭了 赶快争取来淡海这样 对所以他特别会打这个议题说 我们赶快这个 弄一块产业装处 然后来增加就业机会 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 这个应该是很好嘛 对在地人也有好处 可是他没有考虑到说 他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这些影响 那个负面影响可大了 你包括说 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仓储物流 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样产业的 一个大的专区 第一个施工期间 那种所谓的工程运输 车辆空气污染就很可怕 施工完之后 那种络绎不绝的交通 庸舍的问题 还有那个也许空污 水或其他污染的问题 然后当更多的人 涌进来的这些问题 那其实都会让居住品质 受到很大的折扣 但是我想问一点就是说 我们其实之前 那也是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 譬如说淡江大桥 那我知道 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很多人只是反对的意见 但也有在地觉得说 一定要盖或是淡北道路 那当然也有反对 也有支持 但不管怎么样 淡江大桥很快就要通车了 淡北道路也很快就要施工了 那我正在政府的角度立场 就说没道理 我任督二脉都打通了 我不去做整个开发 也没道理说 我让淡海这个地方 一直空在那边 虽然现在大概已经有 大概五万人左右了 可是跟当初预期 不管是13万或是30万 那个落差是在太大太大 其实现在淡海性市政空物率 应该还是蛮高的 所以他一定会做开发 他一定期待产业可以进来 他一定希望这里 可以成为一个 自给自足的一个社区城市 可是他会可能犯什么错误 他的整个的规划的策略 就是整个区段征收之后 就是推平 高的地方就把它消掉 低的地方就把它填起来 那西游的部分 对那时候的规划 他就是比较是景观式的 他就是一条排水 然后西边有一些步道 让人家休闲景观使用 大概主要功能是这样 那生态的部分 我们不能说他都完全没有考量 可是他考量的部分 当然是比较低的一个考量 所以包含整个河川的生物的使用 它的这个纵向的这个移动的廊道 它有这个横向 可能它有一些在 这个生物的生活 它有些时间是在 要在树林里面 然后要到 那个繁殖期 要到西边去 那这个路径 可能都会被切断 那这个部分 其实在30年前 可能大家 那个普遍的思维 就没有特别去考量这一块 但是现在 如果要重新去检讨 或者是重新规划 一个溪流的一个整治 应该是要多考量 这些生物的使用需求 那当然考量这些生物的使用需求 最终得力的还是人 因为你这些生物 能够在这边生活的很好 你可以看到各种多样性的生物 就表示这边的水 这边的土 这边的空气 都是健康的 都是安全 所以从这个点出发 如果未来 淡海新生二期要去开发 应该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尽早去盘点 那些重要的 珍贵的这些 不管是生态的 文史的 还有很多老聚落 还有很多 甚至有一些遗迹 是 死前的这些遗迹 尽可能的去盘点出来之后 把它标定 那尽可能把它保留 是 所有的规划 要尊重当地的 这个一些环境 还有这些文史文化的 这个特殊性 是 那这样做出来的规划 才是真正可以符合 当地的文化跟这个风土 然后做出一个 有生命力的 一块 真正的所谓的新市政的 一种规划 是 不过建筑师一直在强调说 并不是反对开发 其实在地的民众 也期待说 在淡海这个地方 可以有更多的产业 或者是 据那个所谓的 自给自足的 这个形态出现 可是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 如果我们去 那个渔轮码头 因为很多人喜欢去那边 吃吃喝喝 然后约会 打卡 然后看风景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 那你如果骑着脚踏车 那骑骑骑 你就很容易可以骑到 刚刚我们谈的 填海造陆那一块土地 那个其实就是 净水场 可是在那边呢 如果你是可以 那边看到 夕阳的话 如果它又可以变成 是一个 湿地公园的话 你可以走到 湿地下面 然后看看那边的生态 然后呢 看看那边的美景 不管你是 是不是住在 淡海新市镇的人 那个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高品质的 一个生活的环境 但你如果把它变成是 一个物流的工厂 或者是一个仓库 甚至或者是原本预定 把它改成 那个焚化炉的话 那个生活品质 可想而知 同样道理 我认为 政府一定会搞二期 那如果他在弄二期的时候 像一期一样 把低洼的地方填平 把高的丘陵呢 产平 那这种方式的话呢 把原本 不管是平埔族 汉人 至于等一下 要多请教一下 那个建筑师 那个清法战争 其实就在这一块土地 那应该是那个 清朝极少数对外战争 有稍微赢过 那么一场战役的 就在户伪这个地方 那有很多历史的人文的 自然的 这些脉络文理 其实不要在二期 又很快把他整个毁掉 这是很关键的 不过再跳到那个清法战争 所以这个 我刚讲的也是对的 这个是清朝极少数 而且是在台湾 打赢的一场战役 就在户伪 目前在这个城市古厕这边 经营的团队 那我们经常也在办一些走毒的活动 那我们常常把这个路线 就是古厕到古战场 这个沿着溪流 从古厕可以走到古战场 那所谓古战场 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这个清化战争的 这件事情 那当初在这个西元1884年 10月8号 那一天 农历是8月20号了 那一天 这个法军 从这个海上 他先封锁之后 然后 这个战舰上面 就接驳小船 上来从沙伦这边 是 抢滩 上岸之后 那开始就 兵分五路开始进攻 那当然那时候 清朝的军队 那视线也就 已经先知道了 因为其实在 在攻打淡水 就是那时候护尾 之前 在基隆那边 已经 法军已经打赢了 已经占领了 那 他接下来要打淡水的时候 那清朝的政府 就就比较 比较 紧张了啦 因为那个距离台北 就更近嘛 所以在这边 也部署了很多的 这个兵力 包含现在 我们在这个沙伦 现在的沙 就早期沙伦海水浴场 后面 我们 早期的那个 防御公式 那个叫城岸 城市的城 岸边的岸 那个城岸的遗迹 其实都还看得到 它就是一个 一个土丘 沙土丘堆积起来 可能 两三米高的一个土丘 那那个就是 类似一个 阻绝线 就是 清军跟 法军对峙的时候 有个可以 在那边 伏击的一个地方 是 那有几道的 这样子的一个城岸 然后 到 这个 目前在那个 户围的那个 炮台公园那边 前面有一块水稻田 现在是应该是淡水 在 就是平地 平原地方的 唯一仅存的 一块水稻田的区域 那个 那个地方算是 比较低派 所以早前那边 是一个沼泽区 那 两军交战 就是在那个 那个地方交战 那当然 因为法军他 他上岸的时候 他第一线就已经碰到 不只是那个城岸 还有那个 天然的防御 就是 黄景跟 林头林 黄景林跟林头林 那个是密密麻麻的 的天然的防 防护林 所以 法军一进来 就遭遇到 很大的这个阻碍 然后又到 清军就这边 又 有这个顽强的抵抗 所以 他们当初是 低估了那个 想说很快就打下来 结果弹药也带不够 那进来之后 想说淡水 随便就打下来 对 结果 没多久 好像 一死掉机在 大概打了两个小时左右 就撤退了 不行 那个再打下去 可能就 因为已经 已经 有一部分的 这个 士兵就已经 阵亡了 所以他们就 赶快 赶快撤退 不过你其实 刚那个建筑师 谈到 从这个古厕 走到古战场 那其实是 走向历史 然后走向 整个台湾发展 那其实就在 我们这个城市古厕 一个位在健康 你其实来这边看 很有趣的 衝孔 对 但是那个 当初不是为了 不是要打法国 打法国 是因为 靠海边嘛 只有海盗 或者是土匪 就是防盗 一抗外伍的 所以很多 传统民居 尤其淡水 这附近传统民居 都可以看到 类似 那个庆康 就是里面是比较大 可以在那边 对外 外面就好像 一个小小的风隙 一个小小的洞 对 所以那个 确实在抵御 这个土匪 或者是海盗的时候 会可以发挥到功能 总之还是一个 很有趣的 你如果有机会的话 真的要来报名一下 从古基 这个古厕 走到古战场 不过历史 真的很难回复 也很难猜测 譬如说 如果当时 户伪战役打输了 说不定 法国就拿下 整个台北 说不定 整个台湾 被他拿下来 说不定 台湾就变成 法国殖民 很难讲 但那时候 其实在那场战役 法国人 叫我没有输 我只是不想打下去 事实上 对我们的观点 他就是打输了 不过重点不在这个 重点是 后来也改变了 越南的这些命运 因为越南就在 从此就变成 法国的殖民地 等等的 那我还是想请教建筑师说 好 接下来我们谈到 这就是一个淡海新市镇 现在跟未来的一个 关键十字路口转捩点 不管我们刚刚谈说 那个田海造路那块土地 只剩下13公顷 13公顷是说 你当初借口要盖焚化炉 结果后来不盖焚化炉 你也不把土地还给大自然 反而把它当成是金基母 赚钱的工具 想要卖给或租给财团 来去拿到一笔经费 还是说把它变成是湿地 部分还给大自然 让整个生态 可以有比较好的 恢复它的样貌 第二个转捩点 就是二期 任督二迈打通之后 淡江大桥 接下来很快通车了 淡北道路施工 然后很快也会通车了 所以他一定会做第二期 那第二期的开发 是要重到一期的时候 把很多的这种地形 人文文理通通把它产平 还是有另外一种样貌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们才有可能 比较好对淡海新市政的发展 因为不同的时间点的思维 以现在新市政的状况 发展状况 或者是居住的状况 那应该是可以有机会 让居住在这边的民众 一起去讨论 我们今天在新市政 未来这些 整个用地的使用 应该是朝什么方向 应该有这样的机制 让大家一起去讨论 不是说还是 由上到下 政府说 你这个要怎么样 就变成怎么样 所以我们也一直诉求说 今天垃圾缝化炉用地 那一块要变更 那要变更什么样子 应该可以透过一个程序 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这个过程本身就是 类似一个公民教育 或者是让更多民众 去关心这块土地的一种方式 那是不是变成公园 或者是实地公园 或者是要变要海洋的这个博物馆 或者是这个开发的什么文物馆 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 只是希望说有透过一个机制 让大家一起一起来讨论 那一起来来决定说 未来要从怎么样 朝什么样子的方向来发展 那当然对我个人来讲 我们当然是很期待就是 有机会让人跟生物 跟这些自然生态的东西 可以可以共同共存 因为他们好 我们才会好 我觉得这个共好 你这些生物 这些鸟 这些水域的生物 能够这个很健康的 在这边生存 那就表示这个环境是好的嘛 不只是对于我们 对于下一代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如果说二期 未来真的是免不了 要开发的时候 我们也是希望说 不要再重蹈 这个一起开发的一个辅策 所以怎么样把现有这个二期上面的重要的这些点 尽快的去做一些盘点 虽然说当初也做环平 那毕竟就已经二三十年前了 对 那而且那个时候的环平 可能 也是为了要开发而去做的嘛 所以到底里面 跟现在的差异有多少 时间过这么久了 再做一次环平 再做一次调查跟这个 这个评估应该不为过 所以我们在地的伙伴也积极有在思考 就是说我们自己找一些民间的这些学者也好 或者是一些在地的伙伴 一起透过公民科学家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那大家一起去调查 去做一些标定 那甚至我们也不排除 就是说跟一些学术单位一起合作 来开一些座谈会 公庭会 就不要等政府啦 每次都是政府 要开发的时候 就是照程序就是来这个说明一下 然后你说你的他做他的 那意义不大 那还不如说我们自己 我们就自己来办 那办完之后就邀请公部门来 那做成会议记录 那这个部分 以现在的这个 这个环境来讲 应该是有这个机会 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 这个部分应该就有机会 大大的去降低 之前可能在一起所没有考量到的 所以所谓的这个犯下的这个错误的部分 可以大大的降低 是 不过这部分 其实第一个是说对在地的居民 那在地的居民可能有这种很老很老 在这边住了好几代的像是建筑师 这样子一个老在地居民 也有那种是淡海新市镇的新住民 就不管你是不是那个哪里来的 然后因为我很蛮多香港朋友 其实就在新市镇这边买房子 因为超喜欢这种 一山榜海的这个环境 那在这边呢 其实也增加了大概是五万个以上的新住民 那其实大家都可以好好来认识 这个他们一起未来要共同生活的土地 长什么样子 一起透过公民参与的方式来决定 包括刚我们谈那块土地 以及未来二期该怎么规划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像是住在台北 住在桃园 因为很多很多外县市的民众 都会来淡水玩 这个也是他们的一块土地 其实就可以多多参加 相关类似认识这块土地的一些活动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呢 打一下城市古厕 那个路程道程工程的那个城 城市古厕 会有很多的活动 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坐过那个淡水轻轨 淡海轻轨我还没坐过 下次来坐看看 就是坐到那个台北海洋大学站 对 走过来其实一下下而已 走过来大概两三分钟就到了 也许好好体验一下 从古厕到古战场 认识一下这块土地 非常谢谢建筑师陈江和陈建筑师 谢谢你 谢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